今集去这个水上市场真的超多东西 接着我带你吃好西啦 在YouTube频道按订阅和通知铃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啦 我们的网站traveler.hk 还可以帮你计划行程 想去旅行不用烦的话记得上去看看啦 我们现在在去旅行的亚特拉和水上 安排水上市场的范围都挺大的 在我们走进去的途中 已经可以看到超多的美食摊档 这个市场很吸引 这个牌子就是入口了 导游会带我们先去集合点 也是晚上登船的地方 在曼谷出名的水上市场 主要就是丹能沙和安排牙 平时看到很多经典的水上市场的照片 就是丹能沙的水上市场 因为它的主要摊档都会在船上 卫生情况就真的是 而且在河岛上面也比较多蚊和昆虫 而且它也比较早关门的 我们这个就叫安排牙水上市场 是不同的 这里就开得晚点 这里的摊档大部分都是室内 又又有冷气 也算是挺舒服的 想试试地道食物的朋友 来这里就对了 其中必吃的就是烧海鲜 好搞笑 这里很像我们的猫公仔 那条鱼 这里也有很多纪念品 但不算非常有特色 我觉得主公应该是食物的 你看上去导衣了 这 fruits Walmart 这桌真的就像泰国版章鱼燴 值得关注许 一个这先东西 特别干净体理的咖啡店 跟餐厅 大家可以去 snack 认着门口的红色鸡头 这间是我们Target的海鲜餐厅 听闻网上留言是最好的 而且它还即叫即销 这里的价钱不算特别便宜 不过胜在大头虾的尺寸也算大和弹牙 但你说鱿鱼、青口等等我就觉得差点了 怕污大 不过要有心理准备 这间餐厅也有很多污蝇 我最喜欢这里一间专买扎染的服装店 你看这些 刚刚我买了一件更漂亮的 还有小贝心 也是挺划算的 一件都是几十元 比花园街更便宜 有个花园 这个很大 上面还有很多 日落时份 当然不能坐过这里的景色 在桥上看到旁晚时份的水上市场 就好像自动加了测液 更加有泰国风情 不用说 当然要在这里打卡 大家可以在这里适适 还有欣赏日落的景色 都不错 唐人 天气真的超级热 我们也忍不住买了雪糕吃 这个椰黄雪糕真的超级好吃 它可以自选配料 椰黄真的超级香 就来入客了 因为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 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拍给大家看 留下一些神秘感给大家自己探索一下 在营火松之前记得去伊兔 这间餐厅贴着很多明星帮衬 连三哥也有来过 有点鱼蛋 就是想尝尝鱼蛋 鱼片就差点了 那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不过这个汤真的很清 还有火粉很好吃 我们现在出发一起去看营火松 这边的店是开到晚上的 如果不是跟团的话 其实真的足够你走到晚上才回酒店 沿途可以看到很多水上餐厅 还有附近的寺庙等等 有没有看到它是同一个拍子 它不是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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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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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N 手机就比较难拍了 拍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搬行性 回到水上市场之后 我们就直接搭车回曼谷 因为没有晚餐时间的关系 记得早点在市场吃到饱了 还有肚饿的朋友 可以在中途站的便利店买东西 之后我们就出发去切笼 位于Hotel Mills的Sky Bar The Speed Easy不算非常高的Sky Bar 但是这里相对少人 还有有情调点 这里也没有什么衣着限制 不过这天天台太早坐满了 而且几乎都清一色是外国客 这里的饱饱又可以 又不是很贵 我们点了一点点 食物 这一天的行程就圆满结束了 在YouTube频道上 按订阅和通知灵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我们的网站traveler.hk 还可以帮你计划行程 想去旅行不用烦的话 记得上去看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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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误会 这一期五个月 每一天都有一点 我们来说 我们下一个月的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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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个月的试图